今天的风非常大呀 北京这两天刮沙沉冒 功率能达到六级到七级 风速很大 漫天的黄霜 到共防府游玩的人很多呀 从这边排队就可以进入到共防府景区了 门前有一堆大狮子 胸前挂着铃子 唱着大嘴雕刻的曲曲如初 三个大使公王府 公王府大门还是很气排的 公王府位于前海西岸十岁海南岸 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 乘先后驻为河深 亲王永林的官邸 经显丰元年 公亲王一夕成为宅子的主人 公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 公王府即花园经历了清王朝 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 故有一座公王府万部清代史的说法 银岸殿熟成银卵殿 公王府最主要的建筑 作为王府的正殿 就有逢重大事件 重要节日时方打开 祈祷礼仪的作用 最初的银岸殿连同东西佩殿 在内的整个院落 于1921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夜 因烧香失火被毁 现银岸殿院落为复建 银岸殿东西有佩楼 各广九间 赴辉瓦 历史上只有豫亲王府如此 其他王府最多面阔七间 还有更多是单程建筑 面阔五间的 银岸殿眼角上的垂起寿位七个 郡王五个 银岸殿后卫迦勒唐 是王府中路的最后移进正庭 五开间 应山顶 前出廊 大门正上方悬 加勒唐匾 加勒唐是河神时期的建筑 目前仍选挂加勒唐匾一方 该匾仪是乾隆赐给河神的 但匾额无数块 无钱计 故无证实 但河神留有加勒唐诗集 说明是河神之士名 在公秦王时期 加勒唐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 内共有祖先祝神等牌位 以沙满教仪式为主 目前加勒唐已经改为展示 出门就是后兆楼了 后兆楼由一百一只一间房屋连成一排 达一百八十多米长 后兆楼是国内王府类建筑中最长的楼 被形容为九十九间半房子 为公王府三绝之一 后兆楼东部为瞻季楼 西部为宝月楼 西端的五间房熟成小兵 这里有国内唯一的室内园景观 你不发现这边这个墙要非常厚 这就是当年河神手里面长宝的墙 这个位置 这里面都是长的 柴宝 里面有地窖 也是河神长宝的地方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通过玻璃可以看到下面的地窖深度 空间非常大 这样的地窖在公王府里面很多 都是当年河神长宝的地方 地窖往右边走就是佛楼 也是后朝楼的一部分 院子里有很多这种大岗都是铜的 硕大的石头 这些大岗平时装水 是用来防火的 进了这个门就是西进宅了 门内向北全有一块写有天香庭院的匾额 匾额赫底律字 据称天香庭院四个字 是由康熙之子云喜所提 在允许其天香庭院匾额时 河神最多不会超过八岁 不知道这匾额什么时候挂在这里 一进宅 也就是河神时期的加勒唐 城市河神的住宿 在庆王和公庆王时称为庆仪堂 直到小公王蒲伟时 因宅内存有近代大文人陆基手术的 平复铁真品方改称为西进宅 平复铁是近代大文人陆基的真迹 乾隆年间长于内府 现场故宫博物院 河神二十大最终第十三款 见此余志的楠木殿至今依然存留了主要部分 今时楠木的室内装潢 用料考究耗值巨大 名贵的金石楠木千年不符 高超木桌工艺精美绝伦 这样的奢华装饰 与故宫宁寿宫类似 地面金砖是一种名贵的火山岩 经过打磨呈现出金黄色花纹 配合金石楠木的精雕细琢 显得满目华丽 此院俗称藤诺院 宫庆王时期称之为多福宣 是皇府的穿堂客厅 主要用于主人日常接待来客 亲友或前来回禀公司的下属 兼用作存放皇帝送来的礼物 多福宣池匾为贤文皇帝所提 殿内正宗悬挂同德延喜匾额 亦在告诫主人 你与皇帝同德才能延喜 殿内势必靠近天花板的地方 结悬挂 俯寿制匾 这些福寿制军写于红色方纸之上 呈缩形摆放 一敷一寿 成对制成匾额 清代至康熙以后 每年入冬皇帝都要亲自书写福寿制 福寿制 官司给王公大臣厚非 旧年的福寿制斗方不能揭去 而是将新赤的福寿制斗方 直接贴在旧的上面 取征服征寿之意 乌梁上保留下来的乾隆时期的 凤和席采卦 虽然仅残留局部的凤尾图案 却有特殊的价值 它的存在正是了 府邸东路成为公租府 在后兆楼的后岩墙与花园之间 是一条近200米长的宽阔的青砖道路 这条路不仅仅作为日常通行之用 还是王爷及其子弟们 练习跑马射箭的地方 成为箭道 顺着箭道继续往前走 就来到了后花园的入口处 这是西洋门 花园的正门 为一席所建 门额外壳近寒太古 那颗秀逸横春 门由汉满玉石雕弃 仿圆明园中大水发海圆门所建 西洋拱式风格十分气派 从西洋门往里走 就来到了后花园 后花园的游人也非常多 走进花园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假山 幽深僻静的小道两侧 叠石成垒 沿着小路继续前行 就来到了福池 这个用青石围砌成的蝙蝠型大水池 就名福河 厚称福池 又因形状像元宝 也称元宝池 水池的周围种满了鱼树 每到春夏之交 鱼夹飘落 壮士铜钱的鱼钱 露满福池 邪银 福钱满盈 寓意是福贵双全 福池西位帝华宣 因悬挂咸丰皇帝御书 帝华宣扁格尔得名 义主和义席年幼时 呈自创枪法刀法 刀光皇帝 正枪法名曰 帝华协力 刀法名曰 宝阿玄为 希望兄弟协力共赴大清 帝华由此而来 福池周围有很多的亭台楼阁 很多建筑上都会有蝙蝠的图案 河神不敢用蒙的图案 所以园内到处都是蝙蝠 辅同辅 方唐水界是公方府花园西路的主要景观 有面积约1800平方米的长方形池塘 和水中央的湖心亭组成 山中着泉银水 是池塘三个不同方位的十颗龙头流入池内 今天的公方府就游览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